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保罗课堂啊 这里是F5的基础课程 那么从这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要来学习F5当中大纲里面啊 最后一个部分的内容了 看PATD叫什么啊 它就叫Performance Management 绩效管理 F5叫什么呀 F5就是绩效管理 对吧 所以也可以说啊 其实PATD到这里的话 我们学到这里的话 就会看到整个绩效考核 绩效管理 预算控制啊 这个大体系当中最精髓的这一部分 OK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PATD整个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啊 PATD的内容并不算多 我们就分成两部分 两个小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叫做Information System 信息系统 信息系统 这里我们延伸出来的内容虽然比较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小的知识点 像第一个信息的层级 这以前我们讲过的哈 再比如哈 这个 这个 这可能会在选择题当中见到的 叫做Strategic 战略的管理会计 那么它和传统的管理会计稍有区别 区别在哪呢 一会来说 好 然后接下来的第三个 这个相对就比较重要了 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的种类 A类系统 B类系统 战略系统 ERP系统等等啊 这个是我们选择题比较常见的 等会说 好 然后再接下来像OpenClose的开放系统和闭合系统 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来源 首要的和次要的Primary和Secondary的Data 原始的那些数据等等 很多内容这都是咱们前面见过的 好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一部分信息系统的内容呢 都比较零散 那么大体会出现在哪里 在后边 这个后边也是至关重要的 也可以说是整个F5当中最核心的东西都在这儿啊 我们给一个企业进行绩效衡量 绩效考评 是吧 那么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入手 大家应该有一个常识 对一个企业也好 对一个部门也好 进行完整的Performance Evaluation 你应该从Financial and下边Nain Financial 财务和非财务的角度同时来考量它 那么财务这里呢 我们主要会讲到各种各样的Ratial 财务比率 这些财务比率呢 有一些你是在F2 F3当中有学过的 那么F5我们讲过它之后 你在后面的Paper当中 F7 F9甚至P阶段都会用到 这是非常基础的东西啊 我们在股当中好好地讲一下 给你铺垫一下 好 那么非财务的角度呢 我们会讲到一些模型 像比如说Balance Scorecard 这是什么 积分平衡卡啊 仍然是咱们重要的 嗯 好点 积分平衡卡 其实你从F1应该就有见过 对吧 那在咱们的题目当中 它可能会给你一个公司的背景 然后让你用用这个平衡卡的模型 它的四个维度 去给这个企业来进行技巧衡量 这样来考啊 好 下边的Building Block这个模型呢 它是专门用于衡量服务型行业的 这个考的相对比较少 比较少 那最后一个NFP是什么Nan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Nan for Profit 非盈利性机构 那非盈利性机构既然不以盈利获利为目的 那我们就不能够简单的用这些财务指标去衡量它 对吧 我们去衡量衡量什么 衡量它这个有限的资源 有没有被最高效的使用啊 叫做Value for Money Value for Money 钱的使用价值 这个也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考大题的 好吧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在PADD当中要讲到的这些东西了 啊 再说一句啊 再说一句 我们在后边这儿啊 考这种绩效衡量 绩效评估的这种大题 这种大题怎么考呢 通常的形式都是给你一个比较长的背景啊 然后底下的问题它可以只让你做财务分析 也可以让你又用这个积分平衡卡做非财务的分析 还可以什么呀 还可以财务的和非财务的角度同时来入手 这样也可以 还有一种单独的考法 差点把它给忘了啊 这里 这里延伸出来 Division Evaluation Division是什么 是我的分部 分公司 对吧 我专门对这个企业的分部来进行绩效衡量 也是咱们比较重要的 重要的一个考法啊 还可以和我们前面讲的那个Transfer Price 怎么样来制定转移价格 制定转移价格是否合理 也就联系到对于这个分部最终的那个Performance Evaluation是否公平 是吧 也可以这样来考 好的 那么咱们接下来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小部分啊 从信息系统这里开始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都是比较零散的小内容啊 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呀 Information Level 信息的层级 你说信息的层级 它是不是应该服务于我们企业的层级啊 这个企业的层级 我们叫做Hirarchy 叫做层级的金字塔 是吧 这个大家应该都见过哈 最高级的是我们的战略层级 战略层级呢 主要是指谁啊 指什么样的决策人群啊 Senior Management 高管层 或者我就直接说是Border Director 董事会 对吧 那么这些决策者进行的是企业长期的决策 所以他所需要的信息是怎么样的 你说这个战略层级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首先应该是长期的信息 对吧 同时还应该有外部的信息 也就是说我的决策不能只关注企业的内部如何 我的成本怎么样 我的效率怎么样 我是不是也得看看外部啊 看看我的竞争对手如何 看看大的环境政策如何 OK 这里面强调两点 两点啊 说到战略层级的时候 我们所用到的信息应该是长期的和外部导向的 OK 好 中间的这个Technical是我们的战术层级 针对的是企业的什么决策层 Middle Management 企业的中层 管理中层啊 他们所制定的决策呢 就是中长期的决策 比如说编制预算啦 也比如说我们在Party B学过的各种各样的短期的这些决策 像Make or Buy啦 相关成本的分析啦 定价啦等等那些啊 都在这儿 都在这儿 好 那么他所用到的信息应该也是中长期的信息 但这些信息呢 主要是Internally Focused Internal 主要是内部相关的啊 好 最后一个Operational 这是什么 最低级的基层 基层我们叫做操作层级 是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说过这个单词啊 叫做Line Manager 什么 什么 县长 是吧 Line Manager 就是我的一条生产线上面的这个主管 我的小组长都可以 那么这些最低的这些基层干部 他进行的是日常经营活动的决策啊 他所需要的信息量其实是最大的 我们的这个层级越靠下 需要的信息量越大 反而到上级的时候 我只需要一些宏观的信息就可以了 OK 下面的啊 Operational Level 需要的信息是什么 短期的关注内部的这些 好 那么接下来在下一页这里呢 其实这三个信息层级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啊 第一个 Strategy Information 是干嘛 服务于谁啊 服务于我们的高管层 也就是董事会的啊 来辅助他们进行什么 进行长期的战略决策 所以在这两个关键词应该写了吗 什么来着 一个是Long Term Information 长期相关的信息 长期的信息 还有吗 External Focus 外部相关的 外部导向的信息 好 接着啊 Technical Information 的战术层级 战术信息呢 也很重要 干嘛呀 它能够帮助管理层来进行 Planning and Control For Short Time Period 对相对短的 其实这里我们至少是一年 至少是一年 甚至是一到三年 这样的一个期限内 我们进行预算啦 计划啦 预算控制啦 等等啊 好 最下边的Operational Information 就是我操作层级所需要的这些信息 应该是干嘛 Day to Day嘛 对吧 和日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 辅助于我们做日常的这些经营决策 很简单 对吧 这东西考试的时候 如果是大题 看的分值写几句 如果是选择题的话 你不可能读法 我觉得啊 太简单了 好 就这样吧 接下来第二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 我们叫做Strategy Management Management Accounting啊 叫做战略管理会计 我们先说传统的管理会计 是干嘛的 传统的管理会计 是服务于内部管理层 进行决策使用的 对吧 好 现在我加了一个Strategy 这什么东西 只要一给它包装到战略层面 它马上就高大上起来了 对的 那在这儿 你只需要记住两点 战略的管理会计 不同于传统的管理会计 在哪里啊 它所需要的信息 一个是External External 外部的 还有一个呢 Non-Financial 非财务的 打破了传统管理会计 这种内部导向 关注内部 关注财务 我们现在更多的关注外部 关注非财务的啊 我们上面这一段的文字 自己看弹幕念了 好 然后下边这一句话 It differs from traditional 和传统的管理会计 不同 Because 这个差异源自于哪里 一个是External 外部的 一个是Future Orientation 这个也可以记下来 Future Orientation 未来导向的 未来的不就是长期的吗 是吧 所以你看是不是和我们前面 讲这个最高的战略层级的信息 是一致的 我说战略层级的信息 外部导向 长期导向 好 那么在这也是一样的 这个战略管理会计 加一个外部信息 加一个长期导向 再加一个非财务 就够了 OK 好的 底下我们举出来好多例子啊 说不同于传统的管理会计 这个战略管理会计呢 它还会关注哪些信息 我们随便挑几个看一看 是不是符合刚才我们写的那三个特征 你比如说 Customer Profitability 这是什么 客户的盈利性分析 我有几个大客户 对吧 每一个客户给我带来的利润有多少 就是说我的钱主要是从哪几个客户这边赚来的 我从客户的角度去做我这个销售的利润分析 可以吗 这是这个 这还不是纯外部的 但是已经开始关注客户了啊 那你再比如说 capacity expansion 我们的产能能不能够扩大 能不能够扩张 或者说我现有的产能能不能开始用于其他的生产方案 我们的产能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生产方案 这么说的啊 这是属于future orientation 对吧 我在未来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啊 再比如说这个咱们说一下shareholder wealth和cash flow 这是什么股东的财富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的知识 基本的理解啊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理解 就说我们企业盈利性的机构 盈利性的企业 它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脑子里边跟我 都跟我想到的第一个是 脑子里面想到的第一个是赚钱 profit 那你就错了 错了啊 我们说一个盈利性企业 它最主要的目标是股东财富的价值的增加 股东财富价值的最大化 股东财富价值是什么 就是股票股份吗 对吧 那你股票的价格的增加 股票涨钱啊 股票的价格的增加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就是理解成哈 就是market value of company 就是这个公司的市值 所以这个企业其实它真正追求的是我们公司的市值 公司的股价 总的股价市值的增加 那么这个市值又可以反映为什么呢 任何一个金融工具 它的价值都是未来现金流的限制 哦什么是限制不用管了 限制你F9才会取 那你就理解成说这个啊 一个公司股票的价值 它反映的是未来所有的现金流的价值 它能够产生的现金流的价值 到这就够了 所以说我们关注现金流 它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概念 对吧 相对你再来看这个利润 某一个会计年度的利润是多少 某一个月的利润是多少 只要你提到利润 它一定是一个短期的概念 所以在这呢 我们说我在做做这种战略管理会计的时候 除了传统管理会计 会看它的盈利性 看它的margin 我现在更多的去关注长期的信息了 现金流 股东财富价值 这个东西以后你去F9的时候 会再次学到它 好 那么还有呢 像competitor 竞争对手的信息 竞争对手的反应 再比如说像acquisition and merger 我们写成A and M acquisition and merger 就是并购 对吧 并购也属于我们的Future orientation 未来导向 长期导向的这些决策 OK 这个了解就够了 回过来再说一句 像这个战略管理会计 我们是会考的选择题 考到它的话 判断描述 记住这几个关键词 它在传统管理会计的基础上 增加了什么 外部导向信息 非财务的信息和长期信息 够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第三块的内容 这个是相对比较重要的了 就是我们说这个企业内部的信息系统的种类 我们在这里面呢 给出来四类 第一类呢 叫做transaction processing 叫做交易处理系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类系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财务会计的系统 我所有的交易的环节录入到这个系统当中 那么最终它可以自动的生成我们的财务报告 是这个功能啊 好 接下来的这个管理信息系统 我们也称为B类系统 B类系统的数据哪来的呢 从A类系统当中拿过来的啊 那么管理会计 管理信息系统这一块 就是支持企业管理会计内部决策来使用的 好 再往下更高一个层级呢 叫做executive行政信息系统 行政信息系统 其实也就我们说的战略层面了 strategy 也可以叫做战略信息系统 那么它的信息从哪来的呢 从上面这个B类系统当中拿过来的 等于这是一二三三个层级啊 好最后一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吧 是吧 ERP系统 有的在校的学生 你可能在学校当中都开过这门课 ERP沙盘课 就是经营实践课程啊 在企业的学员呢 可能你企业所采用的就是这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现在中石油还在用它 它是一个整合的一个集成的软件包 把前面所有系统的职能全部给它整合掉一起去了 OK 下面我们要每个都拿出来单独给大家说一下 那么像第一个啊 这个交易处理系统就我们说的A类系统 A类系统 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见得到这个A类系统吗 见得到呀 你去不去超市买东西 超市买东西怎么结账 刷一下条形码 对吧 那其实也就是说你刷刷条形码 刷条形码的这个动作 这个行为就已经把超市的这个销售的业务 录入到它的系统当中了 好那么它每天每周或者每个月的月报最后这一年的年报就是从它这个系统当中来自动生成的 OK 那么我们在超市结账的时候就已经自动的完成了去录入系统的这个过程 好接着往下我们这看到说交易处理系统它的基本功能包括collection store modify retrival 记录这几个词啊 收集信息 对吧 然后储存信息 如果我们的交易记录有误能不能修改 超市买东西能不能退 可以啊 可以修改啊 而且我会对这个信息备份啊 一旦系统崩溃了 怎么办 我那个备份的系统可以把它retrival出来啊 行了 好 然后接着往下 说这个交易系统呢 我们又把它分成两类 two main types 分成两类 一类叫做batch 批次处理系统 一类叫做real time 实时交易系统 批次系统和实时系统有什么区别 你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超市的例子 它属于什么 它属于实时交易处理系统 对吧 及时的结账 及时的就录入 就完成了 没有了 那么什么是这个批次处理系统 你见过吗 你应该有见过 你有没有做过QQ的密码申诉 如果你申诉过的话 你就应该有印象 你的申请提交上去之后 没有人理你 他会告诉你在十个小时 还是多少个小时 我忘了哈 比如说十个小时之内答复你 然后你就等吧 可能上午申请的 下午突然间收到他这个 他这个回复的邮件了 接下来要怎样处理 那说明什么 那说明腾讯公司对于密码申诉的这个处理 他不是实时完成的 他要攒 攒一段时间 所有的申诉 我批次的一块来给你处理 就这个意思 你再比如说 你在银行汇款吧 对吧 现在没有人去银行了 你可能在家里拿你那个PC客户端 或者更多的人 就是手机APP的操作了 好 那你说你银行汇款的时候 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实时到账的 实时处理系统 还有的呢 最迟两个小时到账 见过吧 哈 那就是说每两个小时进行一次PC的处理 明白哈 明白就好了 比较简单 好 下边他的特征 Characteristics 这个了解就行了哈 一般不会考到那么细节 你比如说 他是一个 controlled processing 我录入的过程 还有我生成的过程 他是可以人类进行控制的啊 第二个 Inflexibility 没有灵活性啊 你的功能就是录入和生成报告 对吧 你没有后续的这个分析啊 决策呀 不确定性的这种 呃 我们叫敏感性分析啦 什么建模的方法啦 都不在这儿 那都在我们后面的战略系统当中啊 好 还有快速反应 Reliability 行了啊 不多说 好 接下来第二个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管理信息系统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B类系统 是吧 我们前面有没有说过啊 B类系统的信息从哪来的 Information is extracted from TPS 信息是从A类系统当中拿过来的 A类系统生成的报告可以用于B类系统当中 对吧 那么这个管理系统具体在做什么 前面有一些解释 看它可以用于Monitoring Performance 对于当前的生产活动进行监督监控 这里的监督监控指什么 指control控制 后面也有 后面后面还有啊 好 这里的监督监控指的是 budgetary budgetary control 预算控制 不用再解释这个预算控制的完整的职能的流程了吧 大家对它应该很熟悉 就是我们管理会计的那一套的东西都体现在这个这个系统当中完成啊 好 还有maintaining coordination 还可以在不同的交易行为或者说不同的职能吧 不同的职能之间来进行协调 coordination OK 后面还提到了一个能够定期的来生成报告 provide periodic report就行了 差不多像啊管理信息系统你需要知道的哪个 知道知道哪个 一个是这个信息从哪来的 从A类当中来的 再有它的基本作用 就是管理会计相关的作用 再有生成报告啊 好 底下的这个特征自己去看一下啊 不说了 好 接下来的第三类叫什么 叫做呃 行政信息系统是吧 我们也可以叫做战略信息系统 刚才说了 只要这一个东西加战略这两个字 给他给他一包装 马上就高大上起来 对的 那在这也是一样 在这个战略或者叫行政信息系统当中 他就肯定会 使用什么信息啊 外部的信息 你自己还可以补关键词 外部的信息 非财务的信息 长期导向的信息 OK 都可以都可以写在这儿 好 然后下边还提到呢 computing 用到了一些电脑模型啊 帮助我们来进行战略决策的 帮助我们进行战略决策的 什么电脑模型啊 什么模型啊 在最下边啊 这个你还认得吗 what if analysis 还有吗 就说了一个 好吧 what if analysis 这是什么 敏感性分析啊 sensitivity analysis sensitivity margin 敏感边际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 我们说它就是一个 what if analysis 就说如果一个变量变化了 对于最终的那个结果的影响 对吧 敏感性分析还可以再升级 升级成simulation 通过电脑建模的形式 那你这样 你这样来看 你不管做的是什么分析 它在分析什么呀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在分析什么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uncertainty 不确定性 对 关键在这儿啊 好 我们到第三个 这个战略信息系统 行政信息系统的时候 关键点 记什么 关键点记什么 第一个 你要知道 它的信息从哪来的 从刚才的壁垒系统当中 拿过来的 还有呢 关注了 外部的信息 长期导向的信息 非财务的信息等等 那么这些信息都是为董事会 为高管层进行战略决策 进行服务的啊 好 还有额外再记一点 就是它可以用到一些电脑的分析模型 这些模型干什么用 为了进行这种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分析 就够了 就够了啊 好 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 最高级的一个 这是什么 ERP嘛 对吧 ERP叫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System 中文有的时候把它翻译的 不太一样 叫做企业资源计划系统 或者企业资源整合系统 whatever 都可以 都可以啊 你就知道了 ERP是一个什么呀 是Software Package 它是程序包 软件包 它是一个整合起来的 集成起来的系统 那么这种package啊 这种整合起来的系统 好处是什么 A Single System 你就整个企业用一个ERP就好了 Can serve the information need of all functional area 所有的职能 所有的职能 所需要的信息 它都可以满足 或者也可以说 你不同的层级 所需要的信息 都可以在这个ERP系统当中来 找到它 收集它 处理它 分析它 对吧 我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账号啊 比如说 我不同的员工 不同职能的 不同层级的员工 我有不同的账号 我的账号 进入系统之后 就只能看到和我相关的 和我需要决策相关的 这些信息 全都可以满足 然后后面这句话 说的特别好啊 说 Real Time Operation of ERP System Ensure that 这里 Exact Stadule of Everything Is Always Available 它能够把这个企业 实时的状况 整体的状况 都给它反映出来 啊 好了 这个 我不知道以前 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有没有说过 另外一个系统呢 叫做SAP啊 SAP 现在很多企业 连ERP都不用了 我们再升级 开始用这个德国的系统 ERP 后面补充了一点内容 大家自己去看吧 这前面咱们说过了 其实我们说啊 在ERP这个系统当中 它满足所有层级 所需要的信息 是吧 那么越高的层级 其实它所需要的信息量 是越少的 它只需要宏观上 去把控一下 反而是越往下 这个基层的层级 我涉及到的是 Day to Day的 日常经营活动的大量的 这种操作层面的信息 这个知道 了解 就OK了 够了 好了 没有了 前面的 第三个标题 我们把四类的新系统 说过了 这个等会我们在 选择题当中 或者大家以后 在备考复习的时候 在选择题当中 会见到 出现的比较多 就这样吧 接下来再往后呢 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啊 一个是 开放系统 和闭合系统 这个讲义上的内容 你自己去看 咱们说一下就好了 什么是开放系统啊 比如说你登录一个公司的网站 登录什么 你就登录我们吧 中华会计网校 是不是有网站啊 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你注册一个账号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 看到我们各类的产品 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等等 OK 那什么是闭合系统啊 我们这个正宝集团 我们中华会计网校 还有一个内网啊 内网是供我们自己的员工来使用的 对吧 这个内网只能在我们这个公司内部 我们的内部网络才可以登录 我们就员工账号才可以登录 其实你如果是在校生也一样 你们学校当中的那个校园网 你回家是登录不了的 对 这就是一个闭合系统 你是企业的员工也可以啊 你企业也有内网吧 只有在公司才可以登录 你回家外网也是登录不了的 这不是典型的开放系统和闭合系统吧 对吧 好 那么开放系统呢 在这我们来看一句话 在这里底下 for example it is influenced by and has an influence on supplier customer employee competitor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他说这种开放系统啊 会受到所有利益相关群体的影响 对吧 从外部的客户啦 然后我供应链的上游下游啦 包括竞争对手啦 我们之间都是相互影响的 举一个例子 他在描述的是什么样的开放系统啊 每个人都用过 有没有在淘宝上买过东西 对吧 淘宝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开放系统 这里面所有的供应链的信息 全部都是公开的 关于产品 关于价格 质量 供应商的信息基本上都是公开的 OK 淘宝啊 接着这个例子 行了 好的 那么 呃 第四个标题 下面的这些优缺点啊 等等 大家自己去看看就好了啊 不是特别的重要 本来考这个开放闭合系统啊 考到概率也很低 过去了 过去了 接下来再往下 第五个标题呢 我们要见到的就是内部的和外部的信息来源 这也是非常常识的是吧 好 我们先看内部的信息来源 企业内部的信息又可以分成formal和informal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 你是了解就行了 什么是正式的信息啊 你比如说会计记录 我的账 对吧 这肯定是正式的信息啊 payroll record 支付工资的这个记录 包括我们的产量产能啊 time sheet是什么啊 有在外企工作的小朋友们吗 对吧 在外企 基本上所有的外企都是 你每个小时都要去记录下来 你在做什么 你的time sheet 这些都是 只要是有按可询的东西 我们都叫做formal 正式的 那么非正式的是什么 这里提到的像questionaries 我们的那个问卷调查 是吧 还有一些会议的记录等等 还有特别典型的就是 rumors 谣言 口耳相传 八卦 对吧 这些信息不重要吗 也很重要 这就属于informal 没有这种正式的文件性的东西 就叫做informal就行了 好 下面还有一句说 内部的信息呢 基本上都是集中于比较低的层面 操作层面的啊 好 那么外部的信息 外部的信息 等会再说是什么 源自哪 首先你要知道 做企业的长期战略决策 他所需要的信息是怎么样的 前面不是说了好几次了吗 对吧 长期的啊 然后外部的非财务的 对 所以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这些外部的信息 其实他和进行战略决策的相关性 是更强一些的 也就是说你前面内部的信息 更多的是支持于我企业基层的 经营层面的 战术层面的短期的中长期的决策 而做这个长期的战略决策 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外部 外部信息 好 再有一个 获得外部信息呢 通常要more expensive 要更贵 为什么 因为你内部的 前内部的信息 是在你日常的经活动当中 就记录下来的 他自然而然就会生成 而外部的信息 通常需要你额外的付出代价 额外的付出努力 付出代价去获得它啊 OK 你看我们外部的信息 来源包括什么 第一个 这什么 黄业 对吧 号码簿 地址簿 黄业 这种东西啊 associations 联合会提供的信息 那么government 政府的信息 客户的 网络的 大数据的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些 OK 后面还强调了一句说呢 呃 这种外部的信息呢 它有可能和你本身决策的 和你企业内部的相关性比较差 而且这个信息 如果你不留神的话 它很有可能是out of date out of date 你收集到的是过去一段的时间的信息 这这什么意思在这啊 等会我们先把后边的最后一个说完 这个prime和secondary data 我们前面讲过 讲过 我们在这就不看文字了啊 你自己去想 说这个primaryprimary data首要信息满足两点 第一个是我亲自收集的 第二个是我收集这个信息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你是大三的学生 是吧 你要做一个什么大学生的科研项目 你现在要收集的就是大学生毕业去向的一个调查 要做这样的一个一个报告 好 那你怎么办呢 你就针对你本校生来做了一个问卷调查 这样收集的信息就是primary 你亲自做的 做这个调查的目的非常明确 获得这个信息的目的非常明确 你要做这个大学生的项目 就这样啊 好 那么secondary这种次要的信息 次要的数据 次要的信息 打破前面那两点 要么就不是你自己去做的 对吧 要么就是收集这个信息的时候啊 它并不是为了你一开始的这个初衷 比如说我把行业的一些报告拿过来 政府的一些publication拿过来 这个内容记起来了是吧 咱说过 好 那么回过来 刚才咱们说到这 说到这 说这些外部信息呢 很有可能是out of data 那肯定的呀 外部信息 它肯定是secondary data 对吧 它肯定是次要信息 那次要信息又不是你收集的 或者说次要信息 当时在收集的时候 又不是本着你现在的这个用途目的的 它很有可能是在过去完成的 很有可能是out of data 对吗 明白哈 能对上就行了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 知识点的讲解就到这了 好多零散的东西啊 接下来我们做几道小的mock 总归一下 来 第一道题呢 说以下的描述关于 data and information 信息和数据 哪些是对的 多选啊 第一个说 automated system for data capture 这是什么 收集数据的时候 用这种自动化的系统 are generally more reliable than data capture requiring input by individuals 要比你那个人工去收集要更可靠 对吧 对的吧 你说你在超市买东西最后结账 到底是扫条形码自动出价格更准确 还是那个收银员拿着计算器挨个去给你摁这个价格更准确啊 肯定是这种自动化的系统会更准确一些啊 就是人工来做的话 它的误差会比较大 失误会比较多 误差会比较大 好吧 第一个对的 来第二个 as a general rule secondary information is more expensive 对吗 次要信息比那个首要信息更贵吗 没有更贵吧 对吧 sale信息通常都已经是现成的 你直接拿过来用不就行了 反而是去收集这个primary data 你的成本会比较高啊 所以这道题目我们的答案应该是 A选项吗 A选项 OK 后面解释自己看啊 接下来第二道仍然是一个判断的多选 啊 底下的描述呢 是关于management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好吧 管理信息和管理信息系统的描述啊 第一个management information is often produced from 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对吗 后边的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 这不就是交易处理系统吗 就是我们说的A类系统 是吧 前面的管理信息 管理系统当中的信息就是B类系统 B类系统的信息是从A类系统当中 拿来的 对吗 对的 对的啊 好 接着第二个 The data used i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类系统 B类系统 B类系统当中用的信息 comes mainly from sourc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operations 这个信息主要是关注企业的内部的经营活动 有没有 也有的 是的 谁会开始关注外部啊 一定要上升到那个strategy这个战略层面的东西 才会开始来关注外部 那个行政信息系统才会来关注外部啊 所以这一个也是对的吧 好 答案我们应该选哪个啊 看一下 4B 对吧 好 接下来的第三题 他说啊 以下的这个描述是哪一个系统 对吧 这个描述呢 是说 Information system that provide senior executive online access 让我们的这个senior executive高管层可以在线去 得到什么信息啊 这个information obtained fr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source 好 我非常敏感 我看到他说的这个senior executive 我又见到了他信息有外部的来源 所以你说应该选哪个 肯定要把A类和B类给排除了 是吧 所以这底下的C和D肯定是不选了 C和D肯定是不选了 答案是A Executive Information System 对啊 那么2B也不能选 如果这个题目是在描述ERP的话 他一定会强调 他是一个集成的 一个集成的系统 满足所有层子的要求 他没有说 他的描述很精确 就是这个A 这不应该错的啊 好 接下来的第四题 第四题 这是什么data data used by the management that has been obtained from an official government source 我们用到的那个信息呢 是当地政府收集来的 这属于什么信息 内部的还是外部的 那肯定是外部的咯 外部的 是primary还是secondary 是你收集的还是别人收集的 别人收集的呀 external secondary data 对吧 这应该也能选对啊 答案是2B 好了 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把绩效管理啊 前面信息系统这一块相关的小的知识点 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OK 那么从下一节课开始 我们就要非常正式的 非常非常正式的来讲这个financial management 来讲绩效考核 绩效考评的东西 OK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